请问地球毁灭的时候 当地球毁灭的时候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下一世的话 那我们下一世要到哪里去呢 这个跟宇宙生命的真相有关系吗 我们请两位老师回答 地球是不是终有毁灭的一天 那毁灭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办好 移民手续啊 问题是移民到哪里呢 你现在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 要不要一堆的准备跟手续 要啊 更何况如果地球毁灭的时候 来得及准备吗 所以啊 但是佛法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因为佛法知道万法的根源是什么 如来藏嘛 如来藏是不是超越时空超意识 所以你一旦一旦要移民的时候啊 如果有如来藏是不是可以帮你办好 好游客啊 那怎么能够办好呢 第一个 当我们假设这个地球快毁灭了 那因缘成熟的时候 如果那一个人具有好的善根的福德 他的如来藏就开始在运作了 或这些就是有缘的人 他的如来藏就在远不同的他方世界 帮他建立一个可以他适合移民的地方 好 共业友情如来藏 就是有这么的神情 神奇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就算是他把移民的地方准备好了 那怎么过去 坐太空船吗 好 那时候你也要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太空船 那问题是带到哪里去呢 也不知道啊 所以这时候还是要依靠 我们讲佛法里面说的智慧 因为如来藏是什么 穿越时空超义式 所以他把这个交通工具也准备好了 譬如说 假设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经典就说要具备三个条件 让你的心有具备三个条件 信 愿 行 好 你有具备信愿行 当然由其他配合的福德之后 能不能够顺利的到极乐世界 可以 怎么去 经典上甚至说如坛之请 一下就到了 可不可能 当然可能 它的交通工具甚至有些是我们 现在无法想象的 比如说是一个莲花 带着你过去 好 但是这都是如来藏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 刚刚的题目是 对不起 所以说 我有点忘了 对对对 下一次 我们的下一次要到哪里去 如果地球毁灭 对啊 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去 可以啦 谢谢 谢谢 我们再请王老师为我们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的声音科技及科学一直在探索 有关生死的问题及宇宙的真相 但是我们知道 有前面的这些议题我们有讨论到 就是生意科技跟现在的科学 其实它只能在物质层面上来探索 其实它是找不到生命以宇宙的真相的 因为是物质层面 而真的能够造就的是心 那我们从前面里面 可以知道 其实在经典里面就有讲到 有一个真心 它可以出生一切万法的十相心 它就是第八世如来藏 它包含了一切万法的功能差别 也就是万法的种子 那藉由我们往世所造的善恶业的业果 帮我们变现此事我们的色身 让我们来利用 经典里面有讲到 如果我们受此五切 也就是不杀 道 云 望 久 那未来是就可以出生为人生 如果我们加修十善业的话 也就是生三 也就是不杀 道 云 口 事 就是不妄言 不其余 不恶 口 不两舌 以及一三 不贪嗔 吃的话 那未来是可以上升六玉皆天来享天福 如果在加修禅定的话 甚至都可以上升到 比欲见天还要高的色界的四禅天 乃至于更上面的无色界的四空天 来安住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天福享尽以后 他一样要堕入人间 乃至三二道 轮回生死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没有借由佛法的修学 没有经典的教学 那我们想要实证这个十向心如来藏 那的确是很难 所以我们知道 这所有的万法 其实都是直藏在第八世如来藏里面 而且因为众生需要安住 所以众生们的如来藏 则共同变现出这个宇宙大地七世间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银河系里面 南瞻部州 太阳系里面这个地九 来共同安住 所以说生命的十向 其宇宙的真相 其实就是这个第八世真心如来藏 这个在经典里面 已经说明得很清楚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老师的回答 那佛法告诉我们 宇宙形成的真相 是世间共业友情的如来藏 所共同变现的 是由心所直接间接辗转出生的 不是偶然的某种物质或能量 可以自行产生大爆炸而形成宇宙世间 其实都和我们的心有关 所以佛法才说 为心所现为世所变 这让我们了解到 如果我们希望改变地球的居住环境 或者希望能够创造自己未来更好的处所的话 就应当从心着手 而且呢 这个心主要在讲第八世 如来藏 以这个心为核心来修学大圣佛法 才不会产生偏差 那这样子就可以整个改善 我们的地球的环境 以及未来居住的处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